共产党是寄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寄生虫 它寄生在中国73年 奴役中国人民73年 它才是真正的境外势力 说得好 媒体报道网友热议 美国所长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齐笑天 不论是1976年的四五事件 还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 起因都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去世 本周三江泽民逝世的时机 比周恩来和胡耀邦更加微妙和敏感 身处席卷中国暗流雍动的白纸革命 和民怨废城的清零政策中 大陆民众用郭德纲的一个包袱 来比较习近平和他的前任 不是江泽民有多出色 都是同行衬托 如何盖棺定论江泽民 成了习近平的两难选择 把他的功绩抬高一分 就等于把习近平的现实表现压低了一寸 这成了习近平的一个新难题 江泽民逝世后 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火力全开 写了数篇评论时报道 最新的一篇提名为 习近平的另一个困境 如何悼念江泽民 文章中说 中国集团专制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 必须出面支持江泽民的悼念活动 同时他还要努力设法解决 针对中国异常严苛的清零政策 引发的广泛抗议活动 有些抗议者已大胆地呼吁中国 回到政治自由化的道路上去 在江泽民领导下的20世纪90年代 政治自由化似乎至少可以想象的 甚至可以公开讨论 随着中国努力应对疫情的恶化 和经济增长的放缓 习近平如何安排道念活动 将是他在未来几周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道念活动既要表达对江泽民的敬意 同时也要防止让道念江泽民 为反习运动抵刀子 据中国官媒对习近平 与来访的老挝领导人会晤的 简短报道 习近平在周三表示 我们沉痛道念江泽民同志 将化悲痛为力量 多伦多大学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 王惠玲提到了 胡耀邦在1989年突然去世 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说 虽然江泽民从未享有过 胡耀邦曾享有的那种爱戴 但中共哀悼江泽民去世的方式 有激起更多愤怒的可能 至少会给人们一个 聚集和哀悼的正当理由 江泽民逝世的消息 几乎立刻让中国人 潮流般的拥到网上表示哀悼 不少人对江泽民习近平 两人进行了几乎不假演示 常常带有讽刺意味的比较 习近平的威权主义政策 已将中国的审查制度 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微博上的一条评论回忆了 江泽民1998年拿着喇叭 在大堤上运动员们抗洪的场景 评论写道 当时的中国社会蓬勃向上 意气风发 唱着走进新时代 意外的许多评论并不这么热情洋溢 江泽民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 出于政治生存需要 也会采取过渡和镇压做法 包括对被取缔的 法轮功精神运动的学员 他也以自视过高和穿同样过高的裤腰而闻名 但中国人找到了很多怀念江泽民的理由 在他从1989年到2004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 中国从六四镇压后的政治冰冻期 进入了令人头晕目眩 有失不顾一切 而且污染严重的多年经济增长阶段 那时候虽然中共严格控制着政治生活 但也允许维权律师 商业新闻媒体 好斗的异见人士和有自由思想的中共学者公开辩论 这些少量的自由现已不复存在 在江泽民去世后的几个小时里 微博平台的审查员们迅速行动起来 对有关这条消息的评论进行限制 显然是为了防止相对无害的怀旧情绪 变成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尖锐批评 尤其是在几天前的政治动荡之后 提泰坦尼克号的那条评论 在获得了几万个点赞后被删除 按当时的审查制度 这部电影里的一些镜头被看成有双风化 江泽民看过这部电影后 下令引进中国 微博这帖子说 感谢您当年让我们都能看泰坦尼克号 新西兰汉学家Jeremy R. Barmay说 不要帮死后变成了一名英雄烈士 他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有那种名声 在今天的怀旧迷雾中 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江泽民身上 上周末上海、北京、成都和中国其他城市 都发生了有成百上千人参加的抗议活动 人们谴责严厉、扰民、费力的清零政策 还有人借机呼吁民主改革、新闻自由 结束无处不在的审查 甚至要求习近平和中共下台 这些反抗于1989年的民主运动有些遥遥呼应之处 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胡耀邦被迫下台后 于1989年去世引发了学生抗议运动 他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直到6月4日的武装镇压 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去世也曾成为抗议和表达意见的场合 尤其是周恩来1976年的趋势 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在书面回答 有关江泽民事实的问题时写道 习近平可能是想借丧事强调正统地位 挽回孤立处境 此举究竟会摆脱六四噩梦 还是招来六四噩梦 还有待观察 但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中共的高级研究员林和利认为 在习近平巨大的国家安全网下 重演1989年的可能性极小 他说江泽民之死不会给中国政治带来共振效应 如果以中国以前的主要领导人 比如邓小平的至丧活动为参照的话 习近平可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数千名官员 政要可能还有江泽民家人出席的追悼会 但由于害怕新冠病毒传播 参加这次追悼会的人数可能有限 但无论追悼会的规模多小 都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要不要包括胡锦涛 以及怎样将他包括进来 胡锦涛在江泽民习近平之间的 十年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胡锦涛的名字 已出现在由官员和退休官组成的 江泽民至丧委员会的长名单上 胡锦涛在执政期间以保守著称 他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 引起了罕见的骚动 搅乱了习近平即将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前的胜利时刻 习近平一定不想看到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貌似强大大权独揽的政治强人 看上去无所不能天马行空 事实上反而全身都是致命的死穴 稍微不慎就会大煞崩塌 就像齐奥塞斯库在演讲时听到那句 打倒齐奥塞斯库一样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习近平会怎样选择 江泽民过世会对社会和抗议浪潮有什么影响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党内投票民意很差的习近平 为什么江泽民隔代指定他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一直是个谜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研究员 Joseph Torgan的一条长推文 让我们从江泽民和习仲勋交往的几个典型场景中 看到了几分端倪 习近平不仅是个妈宝男 他似乎也是一个爹宝男 Joseph Torgan的推文说 当我们开始思考江泽民的遗产时 我想我应该分享一些关于他的意识 这些意识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不能轻松地断定他到底是左还是右 1983年江泽民嘲讽邓丽群说 我们还是搞四个现代化 谁管邓丽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消除精神污染在工信部不能下手 我电子工业部是绝对不会动手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帮助了江泽民的实验 当陈云试图安排他的儿子去电子工业部工作时 江泽民向李锐征求意见 李锐建议他假装不明白陈云想要干什么 李锐向胡耀邦推荐江泽民后不久 江泽民就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李锐还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向江泽民提供了建议 但江泽民成为最高领导人后 他不理李锐 这激怒了这位老革命 1989年春天向李锐求助几天后 江泽民亲自到北京找赵紫阳 赵紫阳说 上海的问题是江泽民自己的错 应该由他自己解决 这激怒了江泽民 多年以后赵紫阳说 关于六四 李锐是明白着反对为六四翻案 但江泽民在上海也有污点 世界经济倒暴事件是他的错 同样在六四危机期间 温和派希望全国人大主席万里支持他们 但万里在国外 江泽民决定 等万里在上海下飞机 就把他从机场的侧门带出来 送到某处的旅馆 江泽民上台后 在统战、民族政策、宗教、全国人大等方面 都出台了新的强硬政策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在这方面都出台了更多的温和政策 在上任期间 江泽民表示 绝对不能接受胡耀邦在1987年初被批斗 赵紫阳上台 总书记的免职和升职 都不按规定进行的这种情况 江泽民在新的位置上感到非常脆弱 甚至问一位老导师 中南海的水到底有多深 1992年 邓小平发出信号 表示他正在考虑将江泽民 从指定接班人的位置上撤下 一位人士告诉历史学家杨继生说 当时江泽民感觉不妙 他在5月份去玉泉山 看望党的14大工作报告写作组时 写手们看他心情不好 表情不好 江泽民说 7号报告是绝对必要的 不管谁来做这个14大报告 但在任期结束时 江泽民被一些关键人物视为新的独裁者 比如李锐认为江泽民造了第三代领导核心 逼人为他抬轿子 并评论说 此人水平甚低 尽管江泽民享有制度制定者的名声 但他还是两次改变了非正式的退休年龄规定 除掉了乔什和李锐环 2022年他也没有辞去中央军委职务 党在重大问题上仍征求他的意见 江泽民似乎一直很关心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1990年习仲勋住院 江泽民不仅给他写了一封信 还让温家宝代为看望习仲勋 习仲勋随后去了广东 直到1999年才回到北京 在北京 习仲勋对江泽民派来的一批人说 这次回北京参加50周年国庆典礼 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是来表达对江泽民党中央的支持 拥护江泽民为核心 江泽民在国庆招待会上向习仲勋敬酒说 知道您回到北京 今天参加这个宴会 我们都很高兴 我已经派胡锦涛同志去看望您了 祝您身体健康 习仲勋回应 我知道你刚从国外回来 很忙 我已经见到锦涛同志了 非常感谢你的关心 也祝你身体健康 当习仲勋和江泽民碰杯时 周围的人热烈鼓掌 在1999年的50周年国庆招待会之后 习仲勋的政治生涯就突飞猛进的上升 一年后的2000年 他从福州市委书记升为福建省代升长 三年后的2003年 他被调到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浙江 当了省委书记 跃升为封江大力 在四年后的2007年 他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 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这就是江泽民在就任国家领导前拥有的职位 一年后的2008年 习近平就顺利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央党校校长 成了江泽民隔代指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不过江泽民可能万万没想到 他扬古反噬 看走了眼 到了习近平这块 他就决定终身制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对于江泽民的选择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下面我们进入荒诞照片环节 这位网友发推说 配合使用效果极佳 为了悼念江泽民 中国的所有媒体网站把网页改成黑白色 不过看来这个网站 没有敢把习近平的照片改成黑白 这让我想起了朝鲜的一个规矩 不能挡住领导的画像 媒体机构我藏微博 微博里都有啥的创始者 Maya Coetze发推说 武汉一个社区阳性病例40例 39人加一条狗 由于主人测试成阳性 狗设法挣脱并到外面玩耍 防疫工作人员去找他 追上了去 结果检测成阳性 所以开始隔离 戴口罩和一切 身为毛孩不是借口 旺财 你不能跑啊旺财 清零之下 人和狗都不能随便出门 下面的网友说 卡通可以如此强大 世界杯比赛踢的是球 清零政策下的大白踢的是抗议的人 世界杯的足球队赢的是奖杯 钱和荣誉 大白想赢的 有可能是辣子鸡盒饭 不过抗议的人 想赢的是自己的自由 大家说 这几位哪些人是绝对不能输的 谁有更多的动力奋斗到底呢 网民老司机发推说 含笑转发 照片中的网友说 回忆起来 三年来一共被禁延两次 一次是2020年1月 我说这个病很严重 禁延了半年 第二次是今年春天 我说这个病一点都不严重 禁延了一个月 因为中国政府最近宣布 点赞转发一个帖子就等于支持 而且会有法律的责任 下面的一位网友就讽刺的说 此微博我已经点赞 因本人学识浅薄 鼓赞无法判断 微博是否为不良 若是 恳请相关部门即刻致电我 我立即取消点赞 并深刻反省 最后这位网友说 建议今年贴这个门神 管开封 扎驸马 这个笑话还真深闹 我查了好久才get到 包青天是负责管理宋朝首都 叫开封 他曾经审判过一个 娶了公主的驸马 陈世美 最后用龙头闸 把他给斩了 所以 包青天 管开封 闸驸马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 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没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网友嗨嗨说 感到很欣慰的是 中国人终于走出了第一步 继续加油 爱你们走上街头的 每一位中国人 晴空一鹤说 这场运动最大的意义就是 让老百姓 不再那么惧怕政府了 网友LL说 一个月前 无法想象到 现在能发生的事 同样的 现在也无法想象到 一个月后能发生的事 只是但愿 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这位网友说 最心痛的是 我们给了下一代 如此糟糕的童年 孩子们真的太惨了 节目最后 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李老师发推说 甘肃省兰州市 昨天下午风向一变 昨晚方舱 隔离点开始清理 能出就出 视频中方舱和隔离点中的人们 正在排队离开 虽然有些地方的政府 看似听从人民的声音 不过不是所有的人 都这么幸运 李老师继续发推说 湖北省一城市 12月1号晚上 一城一中的部分学生 核酸检测有问题 被拉锯集中隔离 导致部分家长 来到市政府门前 下跪要求带孩子回去 下跪无用 就动手了 还有网友说 想离开的人 在广州南部 全部变成红马 黄马 这是一幕旷世奇景 中共成功地 给每个中国人 弄上了电子脚疗 就是健康马 让你逃离的机会都没有 都是红马和黄马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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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的 最后方舟子发推说 昨天在硅谷的抗议活动 这个人没有住在中国 说这些话 不需要像国内的彭在周 和重庆超人哥那些人那么勇敢 不过如果他换过来大喊 拜登下台 美国政府下台的话 他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就是自由言论的好处 我希望中国的人民和下一代 都可以体会到自由发言 而不需要害怕的日子 美国热搜建立了一个 Telegram的电报群 名字叫 美国热搜网友爆料交流群 我们把加入该群的link 放到了描述区里 和置顶留言中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加入 给我们爆料你们身边的新闻 今天的美国热搜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 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